有記憶以來 我就會開始覺得 認知到我自己就是一個內向的人 我開始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內向的人 是一個不喜歡說話的人 就像大人說的 你就是很畢俗的 你就是怎樣怎樣 我就覺得我自己是這樣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一直好像 我其實不見得就是這麼內向吧 人生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出現了 就在我念到舞專的時候 但我也不知道要拿來的膽子 我就去參加歌唱比賽 我就得第一名了 那個時候我發現我會唱歌 唱歌這件事情變成一個我的才能 然後我可以得到很多的關注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的朋友非常的多 然後我走到哪裡大家都認識我在校園 不算是真正的校園風雲人物 可是很多人大部分都認識我 只要想到歌唱比賽就會聯想到我的名字 考上大學 第一年我就去參加超級星光大道第二屆的比賽 那個時候我知道唱歌是我的武器 可是當然我也知道 我同樣也很自卑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很會唱的人 這不是一個學校的歌唱比賽 它是會出現在電視上的 所以有一個很神奇的轉捩點 也就是在我當下彈著吉他 唱Stop Crying Your Heart Out的時候 我被淘汰了 可是 陶志姐問我說你有加分題嗎 然後我本來是跟工作人員說我沒有的啦 可是那個時候我當下就覺得我有 我有 因為我當時已經在玩樂團了 我有自己創作的歌曲 我有 然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我就說我有 然後就開始自己把吉他調好之後 我就開始彈唱 我看到張宇老師舉牌說繼續 播出之後當天晚上 我依舊穿著拖鞋跟睡衣去家裡的樓下買東西吃 我買了一塊雞排跟木瓜牛奶 然後那個老闆娘跟旁邊的客人說 你就是那個彈吉他的女生 哇你的歌好聽你唱歌好聽加油 那時候我開始覺得 我的人生不一樣了 從此以後都不一樣了 那個當下我發現我的存在是有價值的 我發現我不是只是一個排行老二的女兒 我發現我不是只是躲在姐姐後面那個膽小的人 就是我也可以有我自己的專長 我有我自己的朋友 我有聽我唱歌的群眾 那是我人生我覺得最神奇的一刻 他 唱歌吧 就是唱歌這件事情成為我人生最神奇的一刻 也是大家記住我的那個印記 也就是說 我的存在本來就值得青來 是不是咧 我喜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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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再唱歌 我喜歡的歌 我們分享幾個月